那巴錡是沒有用的巴錡 直下民眾黨巴錡立委沒有作用 柯貞銘上節目專訪 批評民眾黨在利用龍頭爭奪戰 自認關鍵少數藍綠非白不可 但藍綠都無意和民眾黨 扣得太近 那巴錡你假如用來亂的 製造國會的紛亂 那是毫無作用的巴錡 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 所有人要看他 這個什麼 急於出手 他在出... 洗手是不是非常差 急於出手 致負其短 待向你落 連立法院院長蘇嘉全 或者是游錫坤 都沒有放在眼裡 彷彿整個立法院 是由他個人 所可以左右 所可以操控的 不過 這樣的時代 或許已經結束了 柯貞銘 黃國昌 互相炮紅字式升高 藍綠也都不甩 民眾黨先前PO出口題 同聲提醒民眾黨 可別過於有自信 民眾黨八席 看似國會的關鍵少數 但若智勢太高 表現不佳 不見得有其發揮的空間 民眾黨 很快都破壞 我是覺得不用太著急 藍綠同打邊緣白銀策略 也讓國民黨拿下 正副院長機會大 但柯貞銘也開栓 韓國瑜是不適格人選 變成史上折票率最低的 一完院長 從這過四票 大家都認為這不是個 最沒有期待性的 柯貞銘 離未來的韓國瑜院長 恐怕差得遠 雖然法案上少不了合縱連橫 但開疫前 藍綠選擇先和民眾黨各走各的 三選王 陳怡徐選 台北